你說河馬不是無辜,他經常覺得玩一下 但你的玩一下和別人的玩一下可能不一樣 你的玩一下就是Key人的頭上去做一些不雅的影片圖片 你覺得是玩一下,不是說有沒有社會道德 根本就是這裏認知不夠,他的玩不是我們那種玩 你說無國界那裏真的是1400元的事 你說我經常提示河馬和班二五 那什麼都不用說,我關了一把口,我只是說粗口罵他 我剛才說的東西,提到他嗎? 那他有做到,他犯法 我跟你說哪幾個人犯法,你就說我提示他 有時候我不太懂做直播,如果是這樣 我是不是應該什麼都不說呢? 說多兩句就說提示他 然後是不是我只閉上眼,坐在這裏,河馬撲街,河馬吃屎 我就是講這些,我有時候覺得很奇怪 我就是講犯法的人是哪幾個 還有,他1400元,很合道理 1400元直接有捐赤了他 不要搞那麼多事情 你到現在還要彈出彈入 你很明顯看到他是不想捐的 我又不覺得我說這些是提了他什麼 到底我提了他什麼 不如你告訴我吧 詳情,打出來,告訴我我提了他什麼 我今集到底 我想知道我提了他什麼 我現在很想知道 你沒有縮水 你快點在這裏打出來,告訴我 詳情,到底我提示了他什麼 是有什麼能夠令到河馬起死回生 很有趣的 你經常說我提他 他有沒有跟我說的事情去做 沒有嘛 還有,你又說我提他 假設他聽完我說的事情去做 他有沒有起死回生 我又不見得他有起死回生 反而是他自己的路自己走 到底我提了他什麼 你告訴我,讓我避忌一下 是不是真的傻眼 你一邊這裡鬧鬧鬧囉 或者稍蠻情來鬧他的 我真的覺得也不必要 但是現在我提他 你不要說提不提 我的看法就是 一開始那千四的口罩 扔了選下 你nez more 我的看法就是 你的紅牌其實不會有 但你可不可以回頭 Physically,其他人又不能回頭 你連C barson 做錯了 然後我看這 我這麼久看他收了紅牌吃了糞便 接著我復盤你都說我提他 我不懂做了